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全台实施口罩限量政策 引起民众大排长龙购买 在湿湿冷冷的基隆 民众为了买到口罩 还是顶着寒风在药局外排队 基隆远东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观察到这个状况 便前往药局发放福音单张 地上热腾腾的姜茶 给予温暖的问候 感恩你们辛苦了 我们的心也是热情的 也是火热的 那希望我们能够将神的平安和爱 分享给他们 真的神已经把这些人 已经带到我们的面前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那我觉得让人家 可以知道这个认识神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希望我们在这边 做一点点小小的动作 那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是有限的 但是这位无限量的神 他可以借着我们一点小小的动作 小小的信心 这样做出来的时候 他们或许有些人会可能比较害羞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心里是温暖的 在疫情惶恐之际 亚洲各地都有基督徒希望为社会注入暖流 带来平安 例如香港众教会串联发起 毅力友情合一见证的行动 除了捐赠物资也带来关怀 除了保护你的口 保护你的鼻子 用你的口罩来保护自己以外 还是要保护你的心 因为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不要太恐慌 不要太害怕 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关心别人 把神的爱 就是传给其他人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使命跟任务 除了走上街头传递温暖 祷告也是展现爱的方式 在疫情严重造成诸多隔离的情况下 亚洲各地教会发起各种为疫情祷告的行动 互相代求彼此支持 虽然疫情使人产生距离 但祷告能跨越时空 让各地基督徒彼此连结 在基督里 爱没有距离